22. 承報 尼秀巴西業務月底劃有結果 2015年7月22日財經 B01本部特訊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巴西第二大銀行Banko Bradesco S.A. 週一與回控005展開獨家會議 商討收購控巴西業務 據釋控已接受Banko Bradesco S.A. 有約束力的出的 約37.5億美元 或1.2倍漲免值 雙方最快可能在本月底前公布交易 花旗療控股價升8% 和巴西業務 三月底資產總值達1,700億雷瓦爾 約4,140.6億元 現形未知Bredesco會否以現金收購 令有傳匯控期望於8月完成出售巴西業務 有分析指出 匯控的巴西業務資產增長緩慢 未能在當地市場佔據領導地位 去年股本回報率更降至乎4.2% 相比2011年時的15.5% 出現大幅倒退 花旗日前發表研究報告 將控評級升至買入 目標價升至6.35英鎊 約76.75港元 報告提到 撤出巴西和土耳其業務 可凌控的核心資本水平提升90個基點 而現階段花旗不認為匯控管理層上一 並退出美國及墨西哥的零售銀行市場 但兩項業務的回報低 若莫黎將有助鞏固集團的資本基礎及收息股地位 另外 花旗指 美國加息一個百分點可凌控的基本盈利 在去年基礎上增加近20% 至於本港市場方面 控將繼續受惠於低資金成本 為了解